而在疫情上 这是意外的坏消息 我们来看 之前我们知道强森确诊 但我们没有想到那么严重 所以很多人说 官方其实做了部分隐匿 到实在没办法隐匿 我们在今天才知道 强森竟然严重到 必须住进家户病房 好我们来看在今天传出 英国首相强森 武汉肺炎恶化转入家户病房 已经交代由外相战带职务 这是在今天全球重大头条 因为竟然英国首相 已经严重到要住家户病房 对 因为强森大家要知道 他是3月27号确定 这个兰的武汉肺炎新冠肺炎 但今天的时间是4月7号 那你说从3月27到4月7号 他在干什么 所以基本上的话 当然官方一定有隐匿这个疫情 那第二个部分的话 英国本来就是号称一个 佛系防疫的一个国家 那我想现在他住进家户病房之后 那基本上他就没有办法执行职务 那他的职务当然就是由外相拉布 那所以我觉得未来强森 如果住院的时间够久的话 大家也开始要慢慢了解拉布这个人 但我们看到强森确实让我们很担心 强森他是一个记者出身 对他其实他我觉得他的整个成长的一个过程 反正简单的就几个字 强森你就把它想成是阴版的川普 阴版川普 阴版的川普 但是他跟川普有一个最大的不同 就是他很特立独行 对但是他跟川普有一个最大的不同 因为川普很爱漂亮 强森他完全不在乎这个 所以他蓬乱的头发 或者是很邋遢的一个外表 而且他自我感觉非常良好 而且他第一任婚姻就是 把到这个所谓牛津的笑话 谈恋爱还是他的强项 你看他结婚的时候也是很荒唐 穿了别人的裤子 那婚礼的戒指戴了一个小时之后就不见 可能去开那个单身最后趴 对然后最后他的婚姻第一段只有维持三年 等一下他结婚那天穿错裤子 穿错裤子穿错别人的裤子 搞不好是室友的裤子 对 所以他是在很匆忙的情况下去结婚 大学生嘛 年轻人服务都这样 那你刚才说戒指怎么了 戒指就是戴了 因为他那个戒指戴了以后对不对 然后戴了一天然后人就不见 戒指不见了 对就不见了 对所以大家就在想说 这个人因为大学生我觉得做这种事情 其实很正常 那这样婚姻应该维持不了多久 就三年 所以三年就拜拜 那是他的第一段婚姻 那现在就比较严重的就是说 我们可以看一下 他住进加户病房 加户病房 一国首相住进加户病房 所以英镑走扁了 对英镑走扁 我们先来看几个东西 第一个全球已经有疫情了 那英国是雪上加霜 因为他还有这一次的 这个所谓的首相的一个问题 还有硬脱欧要拖延的一个问题 所以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英国在二月份 我们先来看一下英国二月份 公布这个PMI的部分 他那个数值掉了很多 全世界都在掉 不只只有英国 英国也在掉 但英国这边掉的一个幅度 各位可以去看一下 有一条是这个黑色的线 黑色的线 对 是综合的 黑色的线 从52.5掉到了大概37.1 从52掉到37.1 就水银泻地 几乎是半壁山这样垂直掉下来 这个已经创了1998年 有这个指数以来的最低 就是亚洲金融风暴以来最低 那第二个部分 拖垮它的是什么数字 其实是服务业的PMI 那服务业PMI也是从52掉到了35 所以服务业PMI跟黑色的那条线 就是重叠的 它是蓝色的线 也是直线下坠 对 唯一比较好一点的 就是制造业红色的这条线 它掉的幅度比较少 从50几掉到了48 好 现在在48附近 相对好一点 那刚刚楚总也特别提到 全世界其实现在都在overbooking 所以没有人敢把订单退掉 又怕什么时候突然一恢复的时候 急需的这个需求 但服务业一定是最惨的一个状况 所以我们来讲一下 就是整个英国的服务业 因为它现在开始在做 所谓的禁足令 那禁足令这样一下来之后的话 可能英国就真的要损失 24亿的这个英镑的一个部分 那产出会减少了31% 那这里面其实最受害的 应该是英国的年轻人 因为各位要知道英国 其实我们有去过英国人都知道 就英国有很多的小酒吧 服务业 餐饮业 那它里面有三分之一的员工 都是有25岁以下的年轻人 而且女性又比男性多 所以现在这样看起来的话 百业萧条禁足令的情况之下的话 年轻人一定是首当其中 那未来4月份 如果说有围棋四周的 类似像这样的一个封城计划的话 英国的学者就在估计 大概第二季的GDP会少掉了 大概9% 那整年度可能会衰退了5% 所以这个应该也是算是一个 蛮严重的一个状况 那现在我们就要讨论一下 就是说强森他代表 除了这个是整个英国的国情以外 强森另外还代表一件事情 就是脱欧的一个进度 而且是硬脱欧 对 因为他本身就是因为硬脱欧被当选的 所以硬脱欧就是无条件的脱欧 就是我就一刀就是快刀斩乱马 我就直接就这样切下去 残不够水不流 对 那这样一脱欧下去的话 大家就在想了 如果长时间下来的话 英国硬脱欧经济会萎缩3.5% 但是有一个产业会很惨 我们来看一下一个资料 就是汽车产业 那汽车产业这里面的话 你去想它会造成一个灾难性的一个损害 因为硬脱欧 所以它跟欧盟之间 就变成要遵照WTO的一个协议 就是要克这个项目之间的关税 就不能再像其他德国 或者是跟意大利跟法国之间 一样的一个状况 那你被克了关税之后的话 以汽车来讲成本就增加了32亿英镑 大概占汽车产业的90%的一个支出 那未来在2024年的时候 这个数字会膨胀到427亿 那接下来你再去看年产量 因为你现在既然要被克关税的话 那很多的企业就会离开 对不对 很多的车厂也会离开 英国本身有几家的公司 这个汽车比如说 你看到的奥斯特·马丁 Range Rover或者是Jagra 对不对 那这些以外 你像B&W也好 丰田也好都要退出 所以你看2020年的时候 车子可能一年产量不到200万 到了2024 25的时候 搞不好只剩下150万 那这里面会影响到 很多人的就业机会 因为在汽车产业 在英国来讲是属于高薪的工作 大概有16.8万人的一个工作 它平均的薪资成本 是比英国平均的服务业来讲 增加了21% 都多了21% 所以这些人要未来失业的话 怎么办 我们先来看一下英镑 在这个最近的一个走势 好 我们来看一下英镑和英国股市 英镑因为强生的住院 而出现了大幅度的贬值 对 这一段就是强生住院的时间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 这个是英镑对美金 就是前一阵子的时候 当然也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英镑就贬 对不对 因为对美金来讲 数字就越来越低了 最高的时候1.32对美金 然后最低的时候1.14 然后好不容易反弹了之后 最近因为强生的关系又压回 稍微今天才做了一个反弹 我们再来看一下英镑对台币的 一个部分 其实各位可以从图里面来看 我们先来看台币的部分 这个是最近台币的一个走势图 可见台币最近是比较强的 在前一阵子的时候 你看台币因为疫情的关系 不是扁吗 但是最近的时候 因为我们的防疫做得好 再加上我们整体来讲 所以你看股市反弹的过程中 其实台币外资也没有再撤出 ETF的这个提款的动作也结束了 所以就是台币的部分 在暂时之间是升值了 这是台币对美金 现在我们是收在30.152 所以我们从台币的走势 去对照英镑的走势 会发现台币这一波是相对比较强 是相对比较强 最近很多人就在想说 我的美金 因为美金最高的时候 曾经已经涨到了102.99 对不对 我的美金似乎要在那个时间点 去换所谓的台币 对不对 因为很多人就是撑到美金 已经变得涨很多 前一阵子不是台币很强 美金很弱吗 最近美金在强 我认为刚刚 透过两位专家的讲法 就是说未来的疫情 如果没有出现 太大太大的一个变动的话 美金避险的功能 就会暂时消失 所以美金会相对比较弱了 那或者是接近于盘整 那台币应该就会维持在 一个比较强势的阶段 我们还是要回到疫情 廉价出游之后 有一位5岁的小朋友发烧了 被说很可能罹患社区型肺炎 社区型肺炎是什么 跟武汉肺炎不一样吗 但大家很担心 在廉价之后 庆民廉价之后 第二波疫情正在蔓延中吗 台大工卫的陈秀熙就做了研究 他说参考日本韩国的情况 台湾只要守住两个条件 他说第二条件叫做 本土本周或者说每周都不要超过 20个本土病例 这是第一个条件 第二条件我们来看下一页 第二条件他谈到 本土病例占所有确诊数 要低于12% 那我们这个礼拜 下个礼拜就安全了 所以来问一下李市长 是不是只要守住这两道防线 这一波清明廉价引爆的 第二波疫情 我们就可以不要那么担心 这个就是清明廉价的一些后遗症 我们在清明廉价以后 就是我们一直很担心 说这个是不是会有产生 社区感染爆发 那我们知道我们在之前 我觉得清明廉价这个东西 是我们在台湾 一个很好的公共卫生实验 因为政府一直说 没有社区感染爆发 没有社区感染爆发 那刚好在这个时候 我们3月29号开始 我们能够筛查社区获得性的肺炎 以前我们筛查的人是什么东西 都是境外一路的接触者 我们只筛查这个东西 因为我们筛查很多 没有了 然后现在才3月29号 陈部长才自己讲 我们能够筛社区获得性的肺炎 就一个社区的肺炎 你能够筛它是不是 可是我们还有很多没筛 所以这个5岁小朋友 他们说叫做 罹患社区型肺炎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新政策的试验者 挺好的 那它社区型肺炎 到底是不是武汉肺炎呢 不是 社区型肺炎 就是我在社区得到的肺炎 这个很常见 以前我们就说 你有没有社区你要检验这个 这个是第一关 所以它不是武汉肺炎 不是武汉肺炎 以前我们要检验 它都不让检 3月29才让检 所以这个小孩子是一个 一个很早期的一个试验者的意思 这个你看它这个就过 但是它不是这一次的新冠肺炎 不是 它要去检验 去检验才可以 然后另外它还 现在还不知道答案 还有很多的要检验的 比如说我们的上乎一道感染 这也是社区 它也会这样表现的 另外还有无症状感染的 其实所以我们的筛查 其实离国外的 还差得太远了 我们只筛查 境外移入的接触者 所以这个案例出来 应该这么讲 这是社区有症状的人 我们做了检查之后 现在知道他得了肺炎 但是不是新冠肺炎 就还要再检测 对 以前是不能测 那以前不能测 所以社区的感染者 现在开始测了 对 那开始测 会不会后续确诊数暴增 有这个可能吗 对 它就是说 因为刚好它这个政策出来了 那可以 我们就是刚好这个 又一个廉价 大家就去外头玩了 所以这个意思是 大家一个人群交流 那这个时候刚好可以试验 我到底前面 有没有社区的感染 那刚好这个政策又出来 所以我说这个政策 真是很刚好 然后这个台大公共文化学院 又弄出这个条件 我们到底会不会因为这个廉价引爆 新一波的疫情 他说守住两关 那这两个礼拜就安全了 来 这两关是第一个 本土感染每周 当然是这个礼拜 包括下个礼拜 因为大家说 4月10号之前是最危险的 所以本周下周 每周的本土便利数 不要超过20个 这是第一道关卡 第二道关卡 我们刚刚有谈到 本土不要超过整个确诊数的12% 那理事长赞同吗 这个 这两个数据 其实是一个 一个所谓的 这个 这个联合的一个数据 我们随便看这个 这个 这个韩国 他是用日本和韩国的经验 这个韩国的经验 请理事长带我们来看一下 日本韩国的经验 得出了这样一个 两道防线的数字 对 你看我们这个韩国 你看它的感染爆发是很严重 然后它的起源起在于 我们那个新天地的教会 韩国帮我们来看一下 理事长帮我们来看一下 对 它起源在这个新天地教会 这起源新天地教会 然后这么大一波 这么大一波以后 然后下来了以后 你看它没有第二波了 没有第二波 可是你看这边 就是不到20个 不到20个是从这里来的 不到20个 然后你看日本也是一样 日本由于这个地方有什么 有个酒吧跟那个什么 展览会的一个群聚 群聚一下 就一波就出来了 那你看我们韩国 它还有做了一个大量的筛查 这个干预动作 日本我们还看不出 做什么干预的动作 可是它也下去了 下去了 也是差不多20左右 所以这个20是这样来的 20是这样来 所以你假如说 我们从韩国跟日本的 这个疫情的预测 你假如没有超过20 我估计你第二波起不来 它是这样看的 好 那这个本土病例不超过 确诊数的12% 是什么意思呢 这是从台湾来看的 你看台湾最近 你看台湾最近的那个疫情 你看这个红色的部分 制作整个的那个病例数目 然后这个是我们所谓的 它那个本土病例 你看我们每一周 本土病例都不超过 11.5 10.5 11 所以说 拿这个数据来 不超过12 不比现在高就对了 不比现在高 所以这个就代表说 我们经过这个4月5号结束 到4月19号 这段时间 这段时间冒出来的病例 如果符合这个标准的话 基本上大概我们就没有 社区感染爆发了 他为什么要做这个数目呢 为什么做这个数目 其实我们有那么大的一个社区活动 也没有社区感染爆发 第一个 比方说政府可能说的 当初说的是实话 第二个就是说 我们下面还有个节 劳动节 连续假期 能不能开 对 先打预防针 如果你这个都超过了 在这的水 那连假就不行了 对 超过这个就不行了 就可能还有第二波 对 就这么回事的 先打预防针 看看我们5月5月劳动节 能不能带 能不能干